Hello 今天就和大家拍一個酒腦袋的影片 就和你們一起包裝我的酒腦袋 我很緊張 現在已經是36週了 所以其實可能是隨時的 所以我老公是迫我一定要快點收拾 剛才我跟他講解了一次 因為我要先收拾東西出來 因為他說 你怎麼告訴我 如果不是我遞不了東西給你 然後又不知我叫他拿 譬如你拿什麼給我 然後他就說 那是什麼 然後他就會知道我會很懶惰 然後他就會覺得很無助 他不想很無助 他想可以幫到手 雖然他跟他的朋友聊 到時那一刻你都會是 整個腦袋是空白一片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他說 你跟我說一次 我到時也大約知道 要不然我是完全不知道 其實因為所有準備寶寶的東西 其實他都不是太關注的 如果有什麼漏了 希望你們都可以在下面提醒我 那我就會馬上放進去 要不然去到醫院的時候就會很麻煩 很重要的東西就是你 在醫院的信 之前就已經是 給了訂的 不如說寶寶的東西 那寶寶呢 就有兩件 小衣服 其實也是我特意 選出來的 因為其實我買了很多件 那他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他在這裡 就這樣拍扭 就可以開到整件衣服 不會有拉鍊 也不用過頭粒 這件衣服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放他的手進去 放他的腳進去 然後拍扭扭 那就不用 就是要整天手對起 我有一個 Receiving Blanket 這個是一個很漂亮的印象 還有就是 它也是一些Muslin的得地 所以是非常適合一些初生的寶寶 這個包皮 這個包皮是Manny和Sher送給我的 有些朋友就會說 記得要戴帽子和蜜仔 那我就直接戴這個包皮 因為他這裡已經是 就是這樣包住了他的頭 那下面呢 咚咚咚咚這樣 然後有條帶 綁住他 那其實應該就是 保護了 全身都保護了 除了他的臉外 醫院呢 會有一張單張給你 會寫有些什麼供應的 那其實就會 一個包包那些 就會有寶寶的尿片 等等供應 但是呢 我也戴了一點點 因為 就是just in case 那這個呢 是一個之前他那些 說了他會送 所以其實他在講座都是不錯的 因為 他的旅行裝是很方便 那就是newborn 這樣 還有就是一些沙巾 然後呢 還有就是這個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磁帶血的盒子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那個銀行裝是提醒我 一定一定記得要放進走路袋裡 因為他說 試過有些客人 他們參加了 忘記了放進走路袋裡 留在車裡 或者留在家裡 那就是我 把這個盒子 進院的時候 就應該要 給我姑娘 那給我姑娘 排板 好像類似這樣 那就寫在那個板上面 就說 我們是儲持帶和持帶血的 那就記得記得 整盒東西 這個 這個盒 是要給我姑娘 那我是特地 再三提了我老公 因為 我很怕他會忘記了 現在是跨澳 他們是香港第一間的磁帶血庫 已經有23年的歷史 我記得那次聽我的討論 問了問題有獎 但是 我是舉得不夠快的 那隻手 他們是基礎在香港 即是他們是LAP 所有人都在香港 就算是晚上 凌晨生也好 他們都可以很快地 立刻來 拿回你的磁帶血和磁帶 都明白其實 做新手 我父母有很多東西要學 也有很多錢要付 他們很好 就是有一個兩年後才付款的計劃 舒緩到少許的經濟壓力 因為其實 你一下子給很多錢出去 而且有些人可能不太肯定 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想儲 你可以儲了兩年後才付款 那就沒有負貸條件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 不要浪費了這個機會 因為其實這個機會過了就沒有了 你不可能說你兩年之後 然後說我可不可以儲回 沒有 因為其實醫院是會丟掉的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公立醫院暫時是不能儲 遲打血 只是私家醫院有的 繼續說起媽媽的事情 都要看你的醫院是給你什麼 我的醫院是說 它會給你床墊 有那些網褲 還有一個洗手液 我會拿一包的廁紙 因為我經常被敏感 記得帶一支洗手液 可能有很多朋友和親戚會來探望你 消毒了的時候才泡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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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品牌其實之前也和大家分享過 因為其實我懷孕期間都是用這幾個品牌 Dr.Strom的臉霜 也不夠的 我會帶上 Fanco Earset 就是一個Spray 還有它的乳液 還有它的化妝液 還有Dr.Strom的眼霜 MTM的Lip Collagen 醫院都會比較想乾 所以一定要帶上 還有就是Dr.Strom的一支Body Cream 一支Clarence的油 是用來做Firming的 其實我這段期間也有用它 一支油和薄膜油 媽媽的三蘭 那時候遲帶她的手術很搞笑 她跟我說幾袋物 生完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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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叫我戴上幾袋 我戴上幾袋聖誕 應該大家都見過那些 一些底衣褲 這些都是Nursing Bra 高腰一點的內衣褲 我也戴上去 開胸的睡衣 可以開樓 你餵人奶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然後還有就是出軟的三一套 其實我也是戴上一條Leggings 差不多以後都是穿Leggings 我買H&M的 H&M有一個很闊帶的 那麼粗的 手指位那麼粗 這個我覺得是很舒服 因為它不是很高 包得很辛苦 不用包你整個肚子 因為我覺得很難的 因為你的肚子每個月可能都不同尺寶 價錢也是不貴 是69元一條 也是只穿一件的打底衣 然後還有一件的冷衣 那如果有什麼房子 大家可以幫一下我的新手媽媽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其實很緊張 我先生也很緊張 她是不太想我出街 之後有什麼Christmas Party 她全部都去 她說不去 不去 有什麼事突然之間 那怎麼辦呢 你又要回家了 不行我們不去 然後是 OK 之後就變了 我整天都在家 其實都OK 因為可能有準備一下BB的東西 有收拾一下BB的房間 看看那些 怎樣照顧BB的書 然後有些朋友 我推薦可以上一些課堂去教 怎樣去教BB 但我說這些都可以再遲一點 因為我怕我到時候忘記了 所以我就說 可能遲三、四個月 因為其實他們有很多 特別我先生的朋友 他們已經是生了小孩 所以他們有很多提供 我看到他們教BB的時候 就是教小孩也是不錯的 他們是很乖 很有禮貌 那些 所以我也覺得可以學習一下 不過就遲一點 因為真的到時候我怕會忘記的 現在已經成人忘記了 那就是這麼多了 我們應該會下次見 是2020年了 你們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就會多一些日常的東西看 那我們就下年再見 拜拜